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费铁魔网财经关键晚报 现在进行的是股市达人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欢迎我身边这位是 最能掌握股市精品股的 股市达人周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股指数是绿的 目前最低是在21935点 最高目前有在22068点 那么今天股市达人 郑瑞宗老师的LINE 标题是这样写的 COAS材料新标股 大涨6% 新布局顺利展开中 所以听众朋友 你跟上了没呢 昨天有卡位到名额 索取到福利的恭喜你 有跟上来的大大的恭喜 又赚钱了 如果还没有跟上郑老师的脚步 我们免费官方LINE 要赶紧加起来哦 在你的LINE的ID上 打上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加入官方LINE 这是完全免费的资源 而且每天盘中11点 老师就会有最精辟的文章要发布 准备好我们今天的周末福利了 飞碟听众朋友 记得节目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要记得打电话进来抢限定的名额 马上来进行节目 时间交给故事答案 郑瑞宗老师 那么台股呢 已经连跌了三天 那早上最多一度跌212点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12点23分 跌点又收敛到 剩下大概五六十点 那所以说 虽然说天天拉回 但其实跌的幅度都不是很大 那重点还是就是 那个成交量的部分 昨天成交量是说到剩下2899亿 那今天早上一度的 这个预估量只有大概2000亿左右 我持续量缩 是 但是后来啊 台积电的供应链的股票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就说你千万不要小看 台积电的威力 这个台积电的相关的股票的威力 那就那个6640的均华 2467的智胜 他们都是台积电的设备的供应商 是 在早盘都会一度 就是好像小涨不多这样子 那有逆势的表现 就看起来就已经蛮厉害 就到盘中呢 股价都突然间的就急拉上去 那均华的股价 大概是从这个11点开始 带量急拉 11点半就锁住涨停盘 那智胜的部分呢 是早上一度还开低 然后到大概9月 9点40几分的时候 就一度拉到快涨停盘 然后震荡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11点半又拉上去 也锁上涨停 所以这两档股票呢 就变成 这个好像救了全市场 就让市场这个世气大震 买盘就逐渐的就进场 那当然就是还是以台电相关的族群 股价表现最厉害 包含星云呢 股价也大涨了4% 是 红数也涨了4% 那投资军华的这个军豪 5443的军豪股价也跟着 拉上涨停盘 然后呢我们今天在低档 盘下买进的3167的大量 趁着拉回买进 刚刚也翻红涨了4% 也就是说今天低档买进的 又赚了超过4% 所以整个台电相关公共链股价是强到不行 真的 才带动了这个行情的成要量 从预估量原本是大概2700亿 就开始扩量到也不多了 大概接近大概2900多亿 但跌幅的收链 其实主要就是在于这些股票的带动 所以这个台电公共链真的非常强势 这个我们再更细一点来跟大家讲 那至于为什么就是说 最近指数就连跌3天 美股雅股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主要还是在于就是说 在等联总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降息的一个说法 那以美国的经济数字来说的话 周三公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数据 就是从去年的4月份算到今年的3月份的 一年期的这个数字 大幅下降了81.8万人 只是到计算到3月 那现在都已经几月8月了 那现在回头看就说 他怎么那个数字降了八十几万人 所以呢市场解读就是说 其实美国就业市场经济放缓的这个状况 比大家认知的要早发生 其实到今年3月份的那一年期的时间 其实就已经降了81万人了 所以代表经济真的在放缓当中 然后周四又公布了一个出领失业金的人数 略增了大概4000人 虽然增加不多啦 但是就是失业人口也多了一点嘛 就更确认美国经济放缓 这应该是已经既定的事实 所以他就让市场对于9月份的降息 是更加的笃定 认为联总会大概最近他联总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分行的一些理事成员陆续都在讲究说 应该要进入一个缓慢有序的降息的这样的一个论调已经出现好几次了 所以大家应该赌进9月份会降息 问题是 大家现在都达成共识说认为说9月份会降息 好那 那现在就是那是一码还是两码 对 那如果降息一码这个基本上是就是最基本的标准 最基本大概就是至少一码 好如果说9月份真的降一码 那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以我经验 那他对股市不会是一个加分项 哦了解 因为大家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只是符合预期而已 预期中的是 就好像法说 很多法说完之后就变法会 对 因为讲的还不错 但是因为股价在高档 大家期待很高嘛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讲的还不错而已 那股价常常隔天就掉下来 所以如果说降息 但是只有降一码 我认为对股市没有加分 就等于符合预期 大预期之中的 对所以可能你也不要想说 降息一码之后那股市就要大涨 没什么庆祝行情 我认为在几率不高了 哦了解 那甚至以前开始降息之后 股市跌的几率也是不低了 哦是 所以要降到两码 对股市才会比较加分 那问题是以现在 美国的一些所谓的期货的部分 来推算降息一码跟两码的几率 降息一码几率是75% 降息两码几率是25% 至少到现在为止 看不出来会有降息两码的机会 因为那个机会并不高 所以大家就在等 就是说联总会的那个全球央行年会 其实应该是昨天就开始在这个开会了啦 那应该是今天晚上 那个联总会的主题鲍尔才会在那个发表演说嘛 是 所以大家都还是在等他的看法啦 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市场观光气氛就很浓 所以美国事大指数也都在昨天晚上都是拉回 但幅度也不大啦 是 那亚古今天走势也都差不多 所以台股才会说连跌三天 那早上跌了200多点 现在剩下大概五六十点 那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利空 也没有啦 就是说短线涨到季线这一边 那量也上不去 指数也推不过去 可能短线很多人就跑一趟 甚至有些短线放空的也都有 那这边就在这边做一个 这个拉回的量所整理 那早上最多跌到这个低点是在21935 跌了大概212点 那离这个月线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因为月线大概在21862 那今天低点在21935 那你就算8622935 其实也就差大概60来点 所以其实指数再连续拉回三天 低点已经越来越接近月线了 然后月线在今天其实在低档 几乎已经走平了 明后天就有机会开始翻阳向上 晚一点就一个礼拜之后翻阳向上 因为一个礼拜之后 它就会加速扣抵这个 19000多点的这个低点 那对台股支撑力道就越来越强 所以我相信指数回到这个位置 也是差不多了 所以变成就是说 这边指数你说再跌空间也不多 但是问题是又没有量 你要涨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可能就在那边就拖时间 下礼拜三是挥打的法说828 代表时间是在829 那这个下周四以后就是会比较有机会 在挥打的法说完毕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转强的机会 当然还是要看会答讲的好不好 但是我认为讲的一定是不会差 因为财报的部分营收部分 看起来又预期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但大家还是对于就是后续的展望 后续的猜测到底有多乐观 大家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做看待 所以讲白就是说 未来这个礼拜应该还是这样说 然后指数的空间有限 但你不用担心抵挡有太多 我相信再跌不多 那就是一个个股的表现 然后我们常在讲就是说 你就看钱往哪边去 行情就在哪边 你看今天大家都不好的时候 谁最好 就军豪涨停 至胜涨停 军华涨停 新云 红素 大量 一堆有什么有微科 一堆大长 表现都很强 其实就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另外一组光通讯 我在今天盘中文章我就有说 这组表现也不错 因为再来什么AI Switch 交换器的部分 400G的产品都进入大量出货期 所以早上的文章我就有提到 那像联军或者是讯星 6451的讯星 它再来的营收的产品动能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这个刚讯星我看也亮灯涨停吧 所以大家强势的就这两组 那像这个台电的相关设备还有什么智盛啊 冬结股价都是逆势往上涨 我说这组还是最强 因为就像我说的成交量从四五千亿五六千亿 说到剩下连三千亿都不到 那量不够市场就是轮动 那没有办法连续涨 它唯一就只有一组 它几乎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对 人家跌它也涨 人家涨它还在涨 人家再跌的时候它会一点点 人家还在不太行的时候它又涨上来 就是台电的相关的供应链 这组还是最强的 那以我们手上的像三一六七的大量 早上一度也是先回档到八十八块三 那我们再八十九块出头 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会员进场 再做一个持股的加码 所以你看那个涨到九十九块五的 那个创新高过程 我都不会叫会员去追 因为你没有必要说 我前面的会员买在七十八 你找到九十九 后面会有人再追这个九十九 不是说它已经到了我的目标价 其实我们目标价还没到 只是我不能告诉你目标价是在哪里 但操作上就是说你还是不要去追高 对要灵活操作 即便是它可能还有个比如说三成五成的空间 但是它总是还是会有一个波动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总是会有整理的 对你要尽量去抓那个拉回的好买点 那你就容易一买就赚钱 那一买就赚钱 那个心理的层面就不一样 你就会有信心 真的 那你就耐得住后续的震荡 对 那一个波段上去就可以赚到一个 一个波段的一个利润 所以像今天我们在大概八九块进场 就刚刚一路拉到九十四块八 其实这样子就已经超过四%多 对 这速度就很快 那它本来就是一个涨多整理 那它的法说 前两天的法说他就明确有提到说 整个半导体设备的客户 他说在前端制程部分 是 就是台积电 就是台积电 大家听重点 我就说它是台积电的新进的供应商 然后中后端设备的制程 是日月光跟细品 那细品呢 现在就是被并入日月光已经好多年了 他们的相关设备其实也是给台积电使用的 所以其实它不管出台积电或者出日月光 其实都是否台积电使用 对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CORUS里面 会有用到这个HBM的高频关记忆体的相关的 这个量测的设备 最主要就是出这个设备 然后年底前就会陆续出给这个日月光 那当然今年初的量因为刚开始嘛 就量逐步增加 那明年或是今年的量的好几倍 所以明年获利就会很明显的就往上跳 那我一直想到就是说 因为它叫做新进的供应商 不像其他的像比如说红素啊 涨到快两千九 那今天均华哇超强 前面的高点是903 就今天这一根涨停板 直接突破903拉涨平板到968块 这个已经又再创挂牌的新的天价 过去这超过一年 大概14个月的时间 从90几块涨到968 整整涨了十倍 所以我跟你说 这些已经涨一年的 像是红素啊万润啊星云啊 或者是军华这些涨一年的 它不是不会涨 因为台电的预算真的太多了 一年300亿到320亿美金是一年 我们就抓一兆整数嘛 四十五路嘛 那法人预估明年可能是350亿到400亿的美金 哇那是多少 1.2兆去的 问题是这是每年的预算 大家听清楚这是每年 人家说台电的强韧电网是十年5600亿 大家已经觉得说哇这个好多啊 对 那你除以十一年560亿 然后来新德总统说 哦这样十年太慢了 要缩短成六年 就除以6好了 6848 那96848 那6954 所以你算算就是说一年大概910亿 但是人家台积电 一年是一兆 对 这个差距太大 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 所以你就会说为什么 就是说回头去看 为什么这些股票可以涨一年多 那股价还在天天涨 那人家都股灾了 它也跌不多 然后一个不小心的涨回来 创新高再创新高再创新高 人家跌太涨 人家涨太也涨 对 而且郑老师在节目中 不止一次提醒过听众朋友 不要小看台积电供应链的威力 对 就是因为 就是全球没有人打得人台积电 对 那它又在扶植本土的供应商 那所以这些供应商就未来这几年 就持续的持降喝辣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趋势太过明确 所以就像你大量来说的话 今年大概保守4块 明年8块 明年乐观9到10块 是 然后 我们就是红数 股价最高的当指标 涨到2100 2090 我们就讲2100 当这个45度 是 本益比大概70倍 那你说二三线的不可能70倍 龙头股有龙头股的本益比 那你说 那有没有可能30倍 有可能 所以你就说 我们就说 那这股价很大 所以两年多以前的 那个111块半的天价 我相信要突破 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 所以这个族群 这个族群就太过强势 然后会持续扮演市场主流 好好来把握 然后跟台电 这个业绩去好了 就249晶圆店 早上小跌 那现在也翻红了 是 所以这个都是逆市的 很强势的股票 预期8月份的时候会更强 因为B100 B200 H100 H200 的NVIDIA的晶片 都是给它测试的 所以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业绩就是一路好 然后光东讯 早上文章我就提到说 波罗威 光盛 上全 讯星 联军 等等 那股价其实都很强势 那刚讯星 其实就已经涨停板了 因为400G的相关的 这个出货量 就整个大增 所以联军跟这个讯星 我认为还是在业绩 非常强势的 相对好的选择 是 那AI机壳的 成名店的部分 今天股价也是大涨 超过4% 那秦存 今天股价也是逆市上涨 对 所以AI机壳其实业绩 真的都很好 那秦存7月营收 营收年增率111% 是 3013的成名店 成名店是营收年增率89% 是 业绩好不好一看就知道 对 那成名店第4G 有机会上海 一块半到两块 广达有机会 还有新的订单要给他 所以我相信股价也都还有空间 是 那IP股的部分呢 世新的部分 是一路涨到季线 这边稍微 这个停一下 对 然后神盾的部分 就是前两天 被那个隔日冲打到跌停板 你看这两天 也陆续又转强上来了 对 那我认为神盾未来 还是神盾集团的指标股 是 那世新如果说 可以越过季线的话 如果说去挑战3000的话 IP股就有机会 再跟着一起转强 好 那最新布局则是两档 一档是HBM的新标股 早上大概是小提一块 现在也来到平盘了 那低档这个都是给你买的 是 那第四季HBM的业绩 会大幅度的翻倍成长 今年估计三块 明年五到六块 股价只五十几块 人人可进场 空间很大 而且大家都能买 另外一档是CORUS材料的新标股 早上呢股价是一度大涨了6.7% 现在是几乎亮灯涨停办 哇 那昨天买的 这个今天已经赚到15%了 恭喜昨天又抢到名额听众 又试一次漂亮出手 那它是受惠iPhone出货忘记 以及它的相关材料打入CORUS的一个供应链 今年预估可以赚四块半到四块八 股价也是五十几块 也是很有空间的 都有很大的空间的中价位的表股 都是必买精品股 数字最强的精品股都在郑老师的手上 今天周末福利 我们怎么跟上来呢老师 新布局顺利展开中 是 欢迎大家跟上 一定要跟上 最新逆转胜专案 要带你赚翻倍 是 你只要来电或者LINE留言5252 就是我要我要 加上你电话 前30名给你最大优惠 今天一定要赶紧来卡位 开放给你30个名额 幸运的听众朋友 可以享有最大的优惠 郑老师的LINE加起来留言5252 赶紧来咨询 郑老师的LINEID是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飞碟听众朋友 周末福利 务必来把握30个名额 带你来卡位 赶紧打电话进来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股市达人 郑瑞宗老师 谢谢米达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都会给限时限额的福利来发放 恭喜昨天听众朋友 有领取到 COAS材料新标股 今天早盘不止大涨6.7% 再加上我们昨天买进的 已经获利11%了 又是一次漂亮的出手了 接下来新标股也准备好了 今天是周末福利 务必来把握周末福利 要给你30个名额 带你赚翻倍 我们的逆转胜专案赶紧跟上来 郑老师在LINE里面留言 5252 马上来咨询 马上赚大钱 财富翻倍的机会 就是现在了 LINE的ID 小老鼠 S168178 小老鼠 S168178 飞碟听众朋友 专属的周末福利 打电话进来 先卡位30个名额 最大的优惠 带你逆转胜 赚翻倍 电话请播 022362 8000 投资方法这么多 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股市达人 郑瑞宗分析师 深入产业 掌握第一手资料 结合国际经济动态 跨市场分析 带你布局投资下一步 小钱赚大钱 拨打 022362 8000 022362 8000 脱胎换股 就趁现在 大华国际 102年 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过问股份 有限公司 分析师 郑瑞宗提供 102年 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